今年,我们国家把这个5%左右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疫情目标, 这个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兼顾当前和长远, 需要和可能提出来的,是经过科学的论证, 这一目标符合十四五规划的年度要求, 以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基本匹配的, 是一个积极向上奋力一跳能够实现的目标。